老化是人生的必修课 而跟着一群人一起过老年生活 能够彼此理解有交集 就比较不孤单了 那周末早在1991年 就鼓励县市政府推动老人公寓 目前全台湾至少五个县市都有 让了65岁以上 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家住进去 并且用比较低廉的租金 吸引年轻人加入 推动轻盈共居 但共同点都是 太强守了一防难求 关于台北市杨明山的老人公寓 平均年龄80岁 另外还有民间企业版的老人公寓 不只设备更好 有的还规划儿女房 所费不自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人排队 想挤进去 细雨萌萌的舞后 杨明山上的老人公寓 传出阵阵音乐声 引发长辈们或坐或站 抖抖手动动脚 用热身操迎接活动到来 双手掌心相对 左右开合 面带微笑 今天就开始我们的银耳认造的活动 三位文化大学学生熬煮了满板一锅 枸杞红枣银耳露 但在吃之前 应该要先强调有多么养生 白木耳它是属于金是白色 它也有一点补皮味 补皮味的话就是补到我们的土 可是长辈毕竟经验丰富 也要给出口味建议 一杯不够再是一杯 和长辈互动亲切的几位学生 其实也是老员公寓的房客 他们以每月三千元 远低于周边的租金行情住住 但每个月也必须有二十个小时服务时数 贡献所学或专程 因为我是营养系的学生 我就想说专心准备营养师的考试 然后就想说来这边的话 能够顺便跟爷爷奶奶分享 我这三年所学的 老人公寓顾名思义 就是让老人居住的地方 像我们所在这个公共的活动空间的旁边 你会看到在我的背后 有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门 其实这里面的空间大概是七平 也可能是十二平 就是老人家们平常日常起居的所在 请亲啊 请亲 昨天刚刚做出来了 今天还在拍照 住在楼上的安娜阿姨 招呼我们来到房间 迫不及待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得意作品 今天早上我正在拍 拍他们的 都一颗一颗自己彩绘出来 对对对 就是我慢慢地染 拍下早上刚完成的彩绘弹 瞧个角度再来一张 配着熟悉的老哥又是一个下午 而采访这天 恰巧遇到文化大学的老友来访聊天 周老师很有意思 他的母亲跟我同名 我妈听我的名字叫安娜 然后这边也是安娜 然后同一年生 然后都是属猪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 各个在外成家立业 72岁的安娜阿姨搬来老人公寓 转眼已经四年 父亲就住在杨明山 我从小在杨明山长大 住在这里很好 因为很多跟我 她差不多年龄的都退休 大家在一起兴趣 不同的兴趣 不同的交流 我们这边的住民 平均年龄 大家现在已经82岁 有些是自己选择的 有些是家属送来的 那有一些人家属送来这边安养的时候 他们有些人会伤心一阵子 等到他融入这边生活以后 他说那时候都是白哭了 有年龄相仿的朋友陪伴 比起独居家中更不孤单 其实最早从1991年 内政部就开始讲述各县市建立老人公寓 目前在台北 新北 台南 高雄 以及嘉义都有 让65岁以上未患有失智症 生活能自立的长者进驻 而除了官方的版本 现在也越来越多民间企业争相投入 将桌游拼图越拼越大 这个房间比的是脑力 动作慢一点 这样才会不会让肌肉受伤 专员指导操作不同器材 这个房间比的则是体力 而运动告一段落 一旁还有专属摄影师 再来一个 80岁黄大哥每天固定拿着平板 帮大家记录生活 他们都住在这个情形共挤混零宅里 而除了长辈外 也有家庭房可以让子女同住 独特卖点也增加长辈的入住意愿 每到中午的时候 就会看到许多长辈来到配扇室的门口 拎着像我手上的这个餐盒 像在旁边的这个桌子上呢 也都是长辈们准备要盛饭的餐具 而且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呢 中午的菜色都已经在旁边准备好了 接着下来就可以根据长辈的需求 看要饭多或者是菜少 一一把菜色都装好之后 放到这个餐车上面 中午的时候就可以发放给长辈 如果行动不方便 也可以送餐到府 除了配扇周全 连居住空间也要讲究 我们直接来到房间里面会发现 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一些 对长辈友善的小巧思 像在我旁边呢 不管是厨具或是拉门 我们一般要推上门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最后会有一个缓冲 不会直接 啪的一声打上去 而另外再带你看到在床的部分呢 一般来说 床板都是直接延伸到地面上的 不过它这边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内药 也就是说呢 长辈在上下床的时候 不容易直接踢到耳朵去脚受伤 另外如果长辈在房间里面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呢 基本上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叫的感测器 只要立马按下 就会有人前来支援 从2018年招租至今 80个房间已经一味难求 像陈妈妈和陈爸爸 就是第一批入住的房客 每天亲自下厨 因为陈爸爸对老婆的菜很专情 至于今天菜色如何 陈爸爸这么说 难得 难得 难得是什么意思 难得好吃 难得好吃就是不好吃 难得 我会讲好玩吧 这十四平空间就是两人世界 偶尔和邻居互串门子 两人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 他那时候神经痛都不能走 他一看就上 一看就很高兴 他就包吻 我们就住进来 刚好一半一年 亲吟共居 变成亲吟共区 夫妻 还有一个小朋友 他还四岁左右 他们跟三代同堂一起住在一起 像对年轻人来讲 他如果外出 他的长辈在家里 他如果真的有需求 团队是在这个地方去支持他的 不同于官方老人公寓 以一般户籍弱势为主要的服务对象 民间企业投入的自费安养中心 设备服务更周全 但收费也更高 甚至有部分锁定高端客群的老人机构 可以预见这类型的需求 仍会持续攀升 百分之一百个人里面就二十个是老人 那这些老人要么就在原来自己的原居养老 那但他如果因为身体的状况 不得批迫他就要转换住宅 国家没有做完整的需求盘点 但是以民间的一个实物观察来讲 他确实不够的 老化是人生必修课 人们不怕老就怕不能好好的老去 在人口老化的浪潮下 我们也只能寄望政府作为后盾 在老人照顾和居住的问题上 多尽用心力 TVB新闻农场立定离台北新闻